娱乐至此金钱至上 每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2018年《沙海》播出时 观众便发现角色的不对劲 明明吴磊是主角 可全程戏份最多的却是张明恩 尤其是一些明明是主角的设定 也都出现在了张明恩的身上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当人们去翻看《沙海》演员表的时候 发现张明恩的角色并不重要 而且最初《沙海》的拍摄计划中 张日山的戏份只有三场而已 这可是南派三叔亲口所说的 那为何他出演的角色戏份 能够碾压主角吴磊呢 当翻看《沙海》制作人的时候 仿佛找到了答案 《沙海》制作人白衣聪 是张明恩的恩师 不过后来南派三叔直接讲出了 为何张明恩戏份这么多 原因便是张明恩的经纪人 一点点软磨硬泡 将戏份加到了这么多 面对这样的情况 吴磊还不能多在意 毕竟遇上一个强大有后台的人 自己确实难以出头 可在2020年时 网上突然爆出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一位来自 讹厂员工的备忘录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腾讯与吴磊永久不合作 就在广大网友还在质疑 这件事情的时候 吴磊却已经受到了影响 先是原本的腾讯直播计划 宣告取消 出演的穿越火线宣传海报上 也没有了它 这让网友们有些莫名其妙 吴磊到底得罪了谁 才能受到这样的待遇 毕竟吴磊不是新出道的小明星 说到底也算是演艺圈的老人 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就在网友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些娱乐大咖 都挂出了鹅厂副总的朋友圈 上面赫然写着 不与私翻位的艺人合作 看到这条朋友圈 在结合之前吴磊的遭遇 网友们立刻明白 这是指的吴磊 可吴磊真的会私翻吗 被鹅厂针对 又到底是谁的错 当我们打开吴磊的简介时 就会明白 他到底会不会私翻 这一届的年轻人 多数都是看着吴磊的戏长大的 就如同《家友儿女》中的 杨子与张一山一样 吴磊三岁便入行 拍摄了某保健品的广告 因为长相活泼可爱 被广告导演看中 之后邀请他连拍50余部广告 到了五岁那年 他已经成为广告小童星 也是那一年 风神榜剧组到他的学校选角 吴磊本想试一试 却得知剧组只选高年级 年级只有五岁的吴磊 得知后立刻溜出了班级 自己找到剧组导演 毛随自荐 成功拿下小哪吒一举 或许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来 吴磊骨子中的不服输 想要什么也会自己争取 之后他又接下杨家将 再到《家友外星人》 他的作品填充了我们的童年 完完全全可以说 是伴着我们长大的 2015年 他出演的《狼牙榜》中的《飞流》 那个武功高强 却很呆猛 性格傻傻 却有一些倔强的《飞流》 谁敢说在这部剧中 吴磊没有演技 可以说 多少人是见证吴磊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从他出演一些小角色 再到配角 之后独挑大梁 每一位和吴磊合作的人 都对他赞不绝口 比如刘嘉玲曾评价吴磊 当我看到吴磊的时候 我觉得他惊为天人 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年轻演员 他非常的专业 也认真的学习 态度非常的好 于荣光评价他 18岁已经演出十几年的戏 每一个张杰的把控 都非常清楚 而且有一场戏 是在瀑布中练功 吴磊在十几吨水中 坚持了两三个小时 而张艺谋更是夸赞他 我虽然和吴磊是此次合作 可是吴磊的表现非常好 不迟到不早退 全部定在现场 所有的动作都亲自做 体现了一个年轻演员的优秀品质 未来前程远大 无数的圈内前辈与他合作过后 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 都认为他的未来可期 那么吴磊辜负他们了吗 显而易见 没有 他一边拍戏一边成长 每一部戏都力求做到最好 所以演技打磨的也越来越好 当初拍摄《长歌行》时 有看到吴磊的身材特写 无论是胸肌还是腹肌 一个都不少 尤其是眼神变化也十分到位 拍摄那部戏之前 吴磊就一直在进行健身 他在尽最大的努力还原角色 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就是与角色贴合到80% 到了斗破苍穹的时候 他又从中体悟到另一种感觉 他一直在进化自己的演技 斗破苍穹中的角色 需要热血 需要满身争议 需要与邪恶一斗到底 吴磊跟着角色一路前行 眼神一直在变化 从酝酿到爆发 某足了劲成长 等后来穿越火线这部戏的时候 出演陆小伟的吴磊 完完全全将陆小伟的成长 诠释了出来 为了能够演出陆小伟瘫痪后 只能坐轮椅的心理 他自己设计了许多小表演细节 最终经过他的努力 我们看到了鲜活的陆小伟 如果这几部戏让你觉得惊艳 那么当你发现 眼前的少年终于长大的那一刻 是看到长歌行的那一刻 那个曾经肉肚肚子小男孩 早已成为了男子汉 他完完全全演出了 草原邵将军的气质和力量感 尤其是眼神十分到位 每当遇到打戏的时候 让人沉迷其中 每一帧都在还原结色 随便截取一帧 都能让你感到震撼 就连央视都在报道 吴磊的哭戏 认可他的演技 吴磊的表演 是随着他的成长而进化的 也可以说超越他的成长 但这个少年 不仅仅是演技在进化 也是圈内出了名的敬业 就用我和我的父辈 这部电影来说 那是在2021年 网上突然流传出 一则短视频 视频中是吴磊因炸糖受伤 当时底下全部都是 对吴磊嘲讽的言语 因为近些年 确实许多演员 手指破一个小口 都要发在网上求安慰 吴磊被骂是正常的 可当看到吴磊的伤口后 所有嘲讽的人都闭了嘴 再加上这小视频 并不是吴磊放出来的 而是吴磊的 当时是拍摄一场打仗的戏 吴磊骑在马上准备拉开道具 却意外的炸了糖 吴磊立刻满脸痛苦 就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于是剧组立刻喊听 工作人员赶过来为他消毒 当时吴磊一直站在身边 询问吴磊有没有事 面对吴磊的询问 吴磊说没关系 当吴磊说要好好休息之后再拍时 吴磊却说我还可以 评论区的人都说吴磊受不得苦 可是他的脸被伤出了40多个小点点 如果再有一点差错 将面临毁容的危险 即便如此 他还是要求将戏份拍完 之后让化妆师在他脸上的点点全部遮住 拍完了这场戏 然后才去了医院处理伤口 拍戏尤其是一些打戏 演员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这个行业中才会产生替身 有一些演员起码用替身 开车用替身 恨不得一场戏就出个名字 然后拿着几千万抽捞 但吴磊却很少用替身 他常常都是亲自上阵 这样不顾一切演戏的人 是我们平时所见的小鲜肉 流量男星吗 很显然 每一个人眼中都有答案 这样一个优秀的演员 真的会去私翻吗 答案很明显 那么这一次私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网上爆出 讹厂副总孙中怀的朋友圈后 很多人都在猜想 是谁最终猜到了吴磊的身上 因为当时吴磊出演张公案 范围确实有一些变动 早在6月19日之前 演员表中的吴磊 是排在景伯然前面的 然而到了22日 吴磊却排在了前面 又过了两天 演员表突然被撤 这一系列的动作 可以说引起了一些争议 后来我们却发现 吴磊撤出了剧组 男主分别是景伯然 与宋威龙 再加上之前 沙海中吴磊的戏份 穿越火线宣传海报上没有他 种种迹象表明 私翻的确是吴磊 可我们眼中的吴磊真的会私翻吗 上面我们曾经说过 吴磊三岁入行 五岁拍戏 他随着角色一直在成长 都知道其实童星是最难发展的 比如是小龙 童年时期的他是多么的可爱 也拍摄了不少戏份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可是长大后 却渐渐的从娱乐圈消失了 别说演戏 综艺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吴磊可以说是 各位圈内前辈 眼中的好演员 是公认的 对于作品有着很大的要求 也很少上综艺 整日都扎在剧组中 他怎么可能会私翻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谁的错 如果按照明星工作的方式来看 这可能是吴磊团队所造成的结果 明星都有着自己的团队 否则一个人是分身无数的 往往他们只需要演戏 或者拍摄广告 或者去上综艺 无论什么样的行程 工作都是团队去安排 再加上很多明星 都是毁在了团队上 吴磊可能也没有逃过这个定律 那么张公安的私翻 是吴磊的错吗 我们先来看一看角色设定 本身吴磊出演的张公平就是男一 而景博然出演的男爵 却只是一个配角 按照正常剧情发展 哪怕是双男主 正派男主的戏份 也是比反派男主的要多 但最终这部戏因为魔改 展现在大家眼前 两位男主的戏份是一样多的 我们从上面讹厂的备忘录中 也看到了一句话 这个项目 吴磊方面一直在和他们谈判 谁知消息却泄露了出去 导致这一系列的风波 在这背后 如果说没有推手 相信没有一个人去信 近些年 圈内的明星 如同雨后竹笋一样 一个个冒出了头 而且相较于之前 许多演员都需要磨练磨练 再磨练 才能出名 如今的演员 却有着太多的便利 甚至流量明星的兴起 让这个圈子一度混乱的不成样子 靠着一张脸就能拿到许多角色 演戏时 动不动就是替身 要么就是为了美 不顾角色设定 这些都是现在的演员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如今娱乐圈 年轻演员实力派 真真实实的没有几个 像吴磊这样的演员更是少见 但他们却要受各方面的约束 因大环境影响 无法接到好剧本 亦或因为资本方 辛辛苦苦出演的戏份被砍掉 这样对这些年轻实力派演员 何其不公平 希望有一天 娱乐圈能够清明 至少让那些有实力的人 能够展现自己 对于吴磊 你们喜欢吗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车的视频